我们人什么事情都放不下 一点点事情就会让自己忧郁 有一个朋友说过一件事 说他的同事自从老婆怀孕之后 就跟他的朋友说 我老婆得了忧郁症 经常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发呆 这个朋友就跟同事讲 你老婆是不是得了产权综合症 但是他的同事不相信 一直到分娩前的那一刻 没想到这个同事的老婆抓住他的手 跟他老公说 老公啊 如果孩子生出来不像你 你千万别多想 我保证孩子是你的 老公当时一听就懵了 他老婆满腹疑惑的说 因为我在认识你之前 我曾去整容过一点点 我怕孩子生出来之后 我怕孩子生出来之后不像你也不像我 你会想得很多呀 我们人背负着各种各样的烦恼 痛苦和执着欲望 我们艰难地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的心灵因为装载着太多的负担 所以才会将自己送进失去希望的黑暗生活 别和往事过去 别和往事过不去 因为往事已经过去 别和现在过不去 因为你还要活下去 别和自己过不去 别和自己过不去 因为一切都会过去 一个学博人要管好自己的理念 对人间的一切要懂得 都是无常 都是会变化的 我们要用修行修行 来跳出业力 对我们的牵盼 管好自己的理念 管住自己的念根 不要让自己的心念去迎合社会污浊的红尘 否则你会变得 入污泥就油染 我们要拥有心中真正的莲花 我们要想到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 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善良的人 这个世界只要你向着明天 你就一定会得到光明 这样找zan心中 还是会发生在这里 沘沥地下 优优独播剧场上